第二個部分我們來看一下 當你的繪圖板你覺得操作上面 就是游標上面有一些問題的時候 跟原本你剛裝完的一個狀況不大一樣的時候 或是在某些情況之下 它沒有所謂的壓力的反應 該有壓力反應的一些繪圖軟體上面 它沒有出現 確定軟體的設定沒有問題之下 那這個時候我們可能要去做一些基本的一個判斷的部分 那首先第一個部分 在我們已經安裝完驅動程式之後 我們在Wacom的資料夾上面 我們可以看到第二個項目 剛才我們在做偏要設定的時候 是確認我們是不是有對應到數位板 在扁布上面我們需要按Ctrl鍵 按住Ctrl鍵點一下關於 這個是一個判斷的部分 那這個整段畫面也是來做一個 我們的繪圖板的一個基本判斷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的數位比只要在我們的數位板上面 做一個壓力的動作的時候 我們的右邊就會出現這個壓力的接數 就是說我們這個是1024接 所以就會從0到1023壓到最大力 所以這個地方你可以去判斷你數位比的壓力是不是正常 因為你的壓力值就直接影響到你的數位比的筆劃出息的一個差異 兩端 因為我們CTH4670是兩端都有壓力的部分 所以我們可以去做一個兩端的測試 另外一個就是數位比上按鍵的測試 數位比上按鍵測試 這個會有一個數字跳動 代表它有接收到這個訊號 按鍵的訊號 那快速鍵的部分也是一樣 在我們的左邊快速鍵按上去之後 這個地方會有一個動作的跳動 數字會跳成0會跳成1 代表這個按鍵的這個訊號有被系統所接收 目前看起來硬體就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Touch的部分也是一樣 要看左下角這邊 一隻手指兩隻手指 所以我們原則上兩指的觸碰上面來講 它可以都感應得到 代表目前的診斷狀況來講 你的數位比的壓力 以硬體的這個角度來看 你的數位比的壓力跟數位比的狀態 是都正常的情形之下 都可以看得到它的結果 那如果說在我們的診斷上面來講 硬體沒有問題 但是我們在繪圖上面來講 沒有辦法畫出出細的壓力筆畫線條的時候 這個時候就需要去做一個 偏要設定的移除的一個狀況 因為一般來講 常見的一個異常情形 會有下筆的時候 數位比下筆的時候 筆畫的起始點 不會在我的游標位置 會在我游標位置的左上或是右下或是左下 可能會出現在 不是在你游標位置上面這種情況 我們稱錯位的情況 那這個時候你可能需要去做幾個動作 第一個 要去做一個應用程式的 偏要設定的移除的狀態 如果以 Illustrator來看的話 AirStudio的話你是按住Shift鍵 按住Shift鍵 然後再去點一下AirStudio 就會跳出一個清除偏要設定的一個視窗 因為這個部分要從軟體下手 確定硬體沒有問題 接下來我們要處理軟體的部分 AirStudio我們就在這邊 告訴它是我們要準備進行清除 那我們就全部選起來 然後確定 清除掉以後 然後我們再繼續進入AirStudio 那一般來講 如果單清除一個驅用程式 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的時候 做法會是兩者都清楚 兩者都清楚 所謂兩者都清楚 就是驅用程式的偏要設定來做清楚 驅用程式的偏要設定 在第二個項目我們剛才本來要講的 第二個項目 將所有使用者的偏要設定移除 點一下它 這個動作原則上就是把你的繪圖版所有的狀態 回復到你剛剛才安裝完 繪圖版的驅用程式的一個系統狀態 那相對大部分的問題 在移除這兩種應用程式跟匯入管驅用程式的偏要設定之後 就可以恢復正常 那如果還是不能恢復正常的時候 會建議重新開機 重新辦你的系統重新開機之後 應該就可以正常 如果還是不能正常 這個時候就變兩個部分了 因為通常大部分問題會是在應用程式那一段 基本的判斷就是說 基本的判斷就是說 假設你的電腦裡面有Cami Studio 有Studio 有Followshop 有Twitter 那這些軟體都有支援這個筆壓出息的變化 其中只有某一個特定的應用程式 沒有出現應該出現的 這種筆壓出息的變化的時候 那就代表你要從應用程式的部分去做一個清除的動作 那這兩個清除動作 我們基本上都已經可以排除70%的異常情況 那如果完全都不能解決的話 我們就必須去做驅動程式的移除再重新安裝 關於這個驅動程式的移除跟安裝的部分 可以參考我們第一個章節的這個 安裝線上下載新版驅動程式的動作 幾個部分 要記得移除舊版驅動程式 然後再安裝新版 特別你是在新的作業系統上 WIN7或WIN8 這種作業系統上 建議就用新版的驅動程式 來進行測試 我們在新版 Jeremy 全新版的驅動程式